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小國子衣柱的時間 今天會開箱我在Fazbee選的衣服 最近日圓的匯率這麼划算 就算不去日本也忍不住購買日牌的網站 Fazbee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跟日本同步價格 牌子的牌子寫多少錢,網站都是多少錢 然後它的網站擁有1600個國際品牌 超過400個日牌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不限重量 一個運費就已經可以單不消費最多10件單品 你就不用怕我買多一兩件 或者那件是比較大件比較重 我又怕運費貴了 還有如果有現貨的話 最快一個禮拜由日本隻送到香港 所以我自己是挺喜歡在這個網站買東西 然後在片尾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是運費優惠 給大家的千萬不要錯過 聽起來好像很多東西賣,怕花多眼亂 不用擔心的 網站操作是很簡單的 例如首頁已經會有些人氣的品牌 推介的商品 甚至是會分類衣服、連身裙等等 所以你第一次買都不怕無從入手 然後我選了一些深水的產品之後 除了我的尺寸 我選的顏色 它還會顯示 預計出貨日期 這樣就可以估計我收貨的日子 我覺得都挺貼心 還有挺放心的 如果有看開我的戰利品片 穿搭片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都挺喜歡買日牌 或者去日本買衣服的 因為覺得那個版型 是很適合小粒仔 不怕褲子太長 衣服太大件 穿上去不用改 剛剛好 是很感動的 然後最近我又去了日本 買了不少衣服 然後就發現了 原來其中一個牌子 Retro Girl 是在Fazbee這個網站是有的 我買的其中一件衣服 網站都是有的 是非常更新的 然後另一個品牌 叫做Corka COCA 性價比是極高 很多衣服是100元上下 甚至乎有抓 就已經有交易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站 是很多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類型 你怎樣都會找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好了 事不宜遲 介紹了這麼久 我就和大家一起開箱試穿 今次我選的衣服 第一套 我經常都會穿一個很遊行的Style 上身就是一件短板T 然後下身就是一條工裝褲 這條褲我是超級喜歡 你看到好像平時那些工裝褲 但是它的質地是滑一些的 沒有平時那種那麼輕 那麼硬 是很舒服 還有現在我穿拖鞋 你會以為它是拖地 但是它是有得索性的 所以索了之後你穿回一雙波鞋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這件白色短板T恤的彈性是非常之好的 然後有個細節位 就是手袖會有少少向斜傾的 令到兩邊看上去 是那個手袖好像有位 但是其實呢 我的拜拜肉已經迫了這件T恤 它會做了一個錯覺出來 同樣就是這裡 其實我有一個衛欄 也挺厲害的 但是它做了一個好像很寬鬆的設計 令到這裡是藏起來了 然後一個小心思位 就是它穿孔的 有少少隱藥的性感 但是完全看上去不是性感的一件事 總之它的質地是很好 它有剃剃剃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裡面是穿著背心 都完全沒有問題的 坦白說這條褲比我想像中是有驚喜的 因為網站的模特兒很瘦 我又不是這個材料 但是穿出來我就覺得都不錯 所以我就不如試多一個顏色 有這個卡其米色 淺色穿上去的感覺是會在casual很多 然後它下面抽繩會變成白色 我自己是喜歡深灰色多些 因為覺得身形是會修得好些 這個顏色可能修一些的女生穿會漂亮些 但是我也覺得很casual 很悠閒地下街去吃東西的話 穿下去超級無敵舒服 上身衣服我會覺得襯白色會漂亮些 但是我就想給大家看看另一件衣服 這一件的短板T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990日圓 即是50元左右 是不是很划算 完全不會透的 版型我都沒有投訴的了 它不會很紮身 無論是出街或者當家居服都完全OK 990日圓還要不止一件 身上的黑色上身衣服一樣是這麼划算的 它做了兩邊抽繩 你就可以把它索上去 令到它變成一件短板的衣服 然後彈性一樣是非常之好的 雖然它的質地不算超級滑 超級挺那種 但是以這個價錢來說 黑色又挺顯瘦 然後它又這麼划算的話 我真的完全沒有投訴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現在很年輕的感覺 可以將依依的年紀降幾歲 然後是很運動風 很街頭風 這樣的價錢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之划算 換了這一件之後 我覺得黑色是襯一個卡奇色的褲 比起灰色是漂亮很多 接著到這一件短袖的牛仔襯衫 又是很喜歡很舒服 完全不會硬的 又不會緊 是穿下去很自由自在的感覺 接著它會有兩個袋子 是很大的袋子 我覺得造型上是挺漂亮的 然後下身我就配了一條 極度軟綿綿 極度舒服的白色長褲 這種是尼龍和棉中間的泡泡質地 但是它又沒有泰國的泡泡質地那麼薄 不過它有少少透的 所以除了白色我還會選黑色 因為我想知道白色會不會太透 穿上打底或是肉色的內褲就可以了 完全沒有負擔夏天穿 是很清涼的 然後我就穿了一對的涼蟹 給大家看一下 今年其實由去年開始 已經很流行的這種厚底涼蟹 我是有一對牛仔布的 但是我發現不太容易搭 今次就選這對米白色 它是軟綿綿綿的 好像CUSHION 很舒服 而且你不會覺得這麼高穿上去很辛苦 這種的厚底鞋 你可以穿全日 它又不會刮 是真的走兩萬步沒有問題 我可以穿去旅行的程度 另外同款的黑色都穿出來 給大家看 應該是想像中的樣子 然後我打算是放狗 下街 然後很隨便 穿的時候 它真的極度舒服 有彈性 然後完全不會焗粗 不會厚 是夏天的時候穿下去很清涼的一款 雖然它不是那種涼感的布料 但是穿下去真的完全不會熱 它不是完全滑身的質地 上面有花紋 但是黑色可能未必看到 白色就會更加清楚 然後它又不像現在那些泡泡的布 令到個人那麼顯半 它做到一個有垂墜感 令到感覺又不像一條很普通的面褲 但是又不會令到個人是膨脹的感覺 這一套的所有元素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有今年好興的蝴蝶結 不會太過少女太過小妹 是有一種日系的感覺 有這頂草帽 還有這個袋 我想說這個袋 我完全不知道選擇什麼色 所以直接包了兩個顏色 究竟這個衣服用來襯衣容易些 還是這個黑色 因為這個黑色成粉紅色 我覺得是很Y2K 但有時候我想走一個氣質的路線 這個迷色又好像很好 所以不想了 它們是環保袋的質地非常輕 然後裏面都會有一個小的格格 然後可以兩邊吸收 做了不是一個方袋的形狀 而是一個餃子袋的形狀 我都覺得是挺漂亮的 當然就是我頭上的蝴蝶草帽 除了可以襯到格封之外 斯文的造型 我都覺得戴上去是很漂亮的 完全不會硬斑斑 不會刺激 如果你說我還是不想有這麼多圖案 可以平坦一點的話 我覺得襯上一些白色的草帽 這個造型也是OK的 就好像這一頂了 夏天那麼曬 真的要戴上帽子 遮遮太陽 順便是有一個造型 然後到這件衣服 最特別的位置就是袖 是不是很漂亮 我是很喜歡 這些穿洞的袖 它穿洞得來是有不同的圖案 我覺得質感是做得非常之好 這件白色是非常之白搭 很好襯 然後下身我就穿一雙鞋 是一條長的牛仔裙 我這次是沒有選到一些短褲 因為覺得小粒仔穿短褲 是很容易carry的 但是一些長身的褲 裙子的話 真的好難買 但是當你買入牌 它就完全沒有問題 剛剛好是最漂亮的腳眼位 那除了這一雙的口底涼鞋 我還有另一雙 那雙也是很漂亮 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Style 就是這雙幼帶 跟著矮肘的涼鞋 是不是跟剛才口底兩個世界呢 這雙是更加斯文的 穿一些斯文上班衣也可以 或者你出去約會 穿一些很甜美的年身裙 它都是很搭的 最重要是它穿下去 感覺很穩陣 那些幼帶是不怕鬆鬆鬆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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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這個袖子有些東西看 是一個磨砂 黑色透視的 很修的手臂的形狀 所以這一件我都覺得很好 質地全部都是很滑 不會說一摸下去 洗兩洗就會瘋的那種 去到最後這一件簡直是天方夜譚 小粒仔穿到連身褲 還要不用改 不用拖地 不用碰地 是很感動的 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可以穿到這麼利落的連身褲 是很好看 當然啦 如果你是手臂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安全感的話 可以加一件小褲子的 但我都給大家看一下這一件 它做了前面這裡是一個V領 所以它是會再利落一點 再顯瘦一點 然後中間這裡它有一個束繩 其實如果說放下來 我都覺得有長的 但是當我們束了它 做了一個這樣做緊它 攝上去束著的感覺的話 上身又會比較寬鬆一點 然後下身它也會束一束上來 令到長度會更加剛剛好 如果你說這件衣服會加一件怎樣的褲子 夏天穿褲子又好熱 就可以試一下今年非常之流行的一些洞洞 我都是選黑色 因為感覺上整件會顯瘦一點 這一種的洞洞洞 它又不會太熱 又可以有些安全感 不需要左臂右臂 左縮右縮 我都覺得是挺好看的 它是有其他的顏色的 但是我有白色的洞洞洞 所以就試一下這個黑色 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效果了 總括來說 這次全部都很滿意 大家覺得怎樣 這次開箱真是三副鞋 母袋都有非常之豐富 如果有些什麼燒到你的話 記得快手去網站看看有沒有貨 因為我發現有些熱門的產品 在FASB都缺貨得很快 我試過是放在購物卡兩天 打算下單的時候已經沒有貨 所以有些什麼心意 真的要盡快下單 都是那句 現在的日圓匯率這麼漂亮 所有價錢都變得很可愛 很難忍受 至於觀眾優惠方面 今次是會有個運費的折扣碼 輸入這個優惠號 HIDI2407 可以減運費1000日圓 即是400日圓 就已經將你將單由日本直送到香港 這個專屬的折扣優惠是有限量的 所以趁網站有貨 然後又有這個優惠的時候 盡快下單 所有的資料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告訴我哪一件衣服、哪一套衣服 是燒到你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